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北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封确老师 好的 感谢政委 各位 台湾股市再怎么样的一个什么一个难判断 只要你每天有准时收看一言新邦的话 你将会收获的满满 不仅国际股市的一个动荡 包括这些产业的一个变化 你都可以领先掌握 绝对不是沉闷的一天到晚跟你讲数字 这种东西节目会慢慢的被淘汰 要的是内容跟灵魂 来 先把蔡老师的一个祝福放在你心里 中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 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绝对不会改变 来 礼拜一大盘涨还跌 礼拜一大盘你看到了涨34点 我讲的东西基本上通通都有脉络可循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各位 礼拜一12月11号大盘 在之前创这个21个月的高点之后 大盘陷入4到5天的一个整理 那礼拜一再怎么多空震荡就是涨34点 所以我是不是讲说这个礼拜就是多方涨全 对不对 就是做多就对了 礼拜二大盘也来一个开高走低 对不对 再涨32点 这礼拜二嘛 昨天 好来 昨天 大盘又来一个开高走低 是不是 但是还是涨18点 那昨天呢 其实收盘价礼拜二盘中高点17528 已经续创波段新高 那昨天收盘再涨18点是收盘价再创波段新高 是不是 对嘛 那昨天呢 这整个的一个外资买超第4日 微幅买超34亿而已 投信大买44亿 投信开始加重在上市方面的布局 对不对 然后自营商还是一样调节 台股11天 昨天调节40亿 是喔 那关键这个 我们的八大行库还是在卖 这个东西也不讲了 都在卖居多嘛 从11月份对不对 卖到现在12月中旬还在卖 好来 那关键就是国际股市 才不会理你 在卖什么 才不会理你 在看空什么 近期太多的言论 比方来说 说巴菲特都一直空手 巴菲特不仅空手 巴菲特卖了9000亿的股票 是不是 然后还有说什么 这个可能大萧条要来了 风暴要来了 各位有没有 是不是 结果美国股市创新高 汉地拔冲 包尔言论 好不好 好的不得了 讲什么 升息高点大概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明年起码要降息三码 你这不是好的讯号 什么是好的讯号 那当然大盘会反映给你看 是不是 那这对照于台湾股市 当然就是好 那亚洲股市不见得好 你看包括南韩是开高走低 日金是开高走低 上海冲高也是压回平盘 香港恒生问题也一大堆 只有台湾股市好 各位有没有 对 来你看看 我们今天早上 这个维持利率不动 这个不升息就结束了 那明年就是台湾时间2月1号 美国时间1月31号 不降息几率89.7 明年 那如果降一码的话 这个是元月份的降息 10.3% 机会是不大 关键就是三月份 原先三月份 大家预期就是三月份要降一码 有没有 但是在包尔还没讲话之前 就讲说包尔可能会比较偏因 就是会维持这个高利率一阵子 结果昨天完全颠倒过来 包尔他反而释出很大的善意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 3月21号是台湾时间明年 三月份的一个降息 现在降一码又升破了五成 65.9 降两码7.2% 所以这是不是对台股有利 今天大涨就是这个原因 那当然台湾股市大涨 你以为觉得说很棒 各位错了 我们还对照美国股市 我们还输 很疼 来 道琼指数在今天一早 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道琼 3万7 所以台湾股市如果要骄傲的话 就追上道琼吧 不要人家这个 香港再跌 就是说我们追上了香港 各位这好像不对 我们要跟好的一个看齐效应 见闲思齐 对不对 那备办呢 备办也是收盘价再创历史新高 虽然他那个虚价4068还没过 但是已经过了 应该十拿九稳 因为目前电子盘都还在涨 各位知道 所以这个科技类股 目前是14000点 然后之前历史新高 16200点 也指日可待 好不好 所以说这整个盘式的发展 就是这样 那关键是什么 全部都有线索跟痕迹 来看看 来各位 十年美债殖利率 在今天一早大崩 大跌了 跌了4%多 那目前的电子盘 也跌了快要跌破4% 十年美债 这个全球资产的一个定价之锚 美元指数 今天早上大跌 然后目前亚洲盘也大跌 最好跌破100 美元指数 所以说台币的一个强势 今天涨了一个什么2.5角 和前和理 赶快升过吧 所以整个的一个盘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变数 目前对于多方 全部都是一个正面性的 所以台湾股市今天开高之后 就一路的一个走高 涨了199点 然后盘中再怎么洗盘 尾盘还是涨184点 没有什么弱势 没有什么弱势 个股的话 那当然变化也是轮动的 各位是不是 这也没什么好讲的 反正你就赶快买股票就对了 买题材就对了 各位是不是 波段新高 从10月31号 15975 这样涨起来 已经涨了快1700点 你知道美国股市放空了多惨吗 按照今天早上的统计 放空的赔掉了880亿美元 大概是台币3兆 2.8兆到3兆左右 放空的 所以那些放空的怎么办 现阶段补当然有可能会补到转折 那不补又不可能 因为明天晚上礼拜五 事务日结算 明天晚上 所以说精彩的就是 明天礼拜五 美国股市事务日的结算 来看看我们的一个台积电 台积电 昨天已经跟你讲过 明天要除息3块钱秒填息 是必然的 有没有 那你看台积电 它都是11月份营收双衰退 是不是 但是2000亿以上 就是比想象中的好 所以是利空不跌 各位有没有 对吗 今天的台积电开盘 581直接 涨了7块 除息才3块 直接秒填息 是不是 但是我们公道一点 今天高点582加上这个 除息3块 就585 其实台积电今天的高点也才平 这个所谓11月21号的585块而已 真正攻击的是哪个 你看台积电今天早上经济日报讲的 半导体明年健康成长 我说半导体为什么会好 你去看细晶元 你去看这个所谓中美金 你去看这个环球金 而且这个产业是要好三年 它就是半导体的一个领先指标 所以台积电讲的一点都没错 那台积电为什么值得买 各位 因为它的一个什么配息一直在放大 原先最大的弱点就是台积电 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赚三四十块 结果配息才被11块12块13块 它现在开始在加强了 配三元只配发两季就今天第二季 然后明年的一个三月份就要配3.5块 这吸引力不大吗 当然很大 那你看关键是联发科 我认为联发科是有机会变13名 还是14名千金股的 联发科11月份营收是双征 对不对 那它当天讲完之后 隔天并没有办法来涨 有时候这种营收利多 它是会地盐反应 这个是控盘的一个手法 不是你我能够决定的 但是好股票你买就对 各位你知不知道 这也就是我跟你讲说 你不要太在意那些所谓的一个数字 数字都是落后解盘 成定局的时候才跟你在那边画圈圈 各位你知不知道 还没成定局的时候都不敢画 昨天955已经来到波段新高了 今天12月14号来到969 距离1000块31块而已 如果股市要走长多 你说联发科不上1000块行吗 联发科当初同706块 今年8月7号蔡老师就领先跟你讲了 目前快到1000块了加油了 好不好 是不是 好来 今天有一个消息是这个 联发科跟辉达要合工车用的一个出海口 那当然其实车用它占它的一个什么 公控的一个营占比低于3% 台半是65% 强茂 德伟是61% 强茂是不到五成 所以今天涨最凶的基本上是台半 545的一个台半 因为跟辉达联手就是强强联手 对不对 所以你来看一下辉达 他今天也有一件事情 我看明天会不会报纸爆出来 他股价也持续在走扬了 对不对 超伟也是来到波段新高 那关键是之前讲说辉达AI晶片销路 每开绿灯 对不对 今天一早的产业消息是说 已经降规版的一个晶片 发大集单 大集单给台积电 要在明年第一季 我不晓得是一二月不晓得 反正大陆很急 明年的第一季就赶快供应给 这个大陆路方 所以说这个对辉达 对台积电全部都是正面看待 那其他的个股 来各位来看一下四星KY 四星KY 如果你问我说今天为什么跌 那我想问你 你告诉我之前为什么涨 跌你会烦恼吗 各位跌就是让你之前没有赚到的 你重新再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之前台积电会一路创新高 不是也是蔡老师 点将跟点兵吗 我说什么 他的营收会创新高 他不骗人的话 他股王就要创新高 台湾股市才有未来 否则的话台湾股市的股王 如果是吹牛的话 那这算什么行情 所以你看四星KY 是不是一路的一个走墙 天天创历史新高 10月13号 昨天3650 今天来到3690 那3690的时候 他开始做拉回 你想说老师 那我如果买在3690 怎么办 这就像是去年1月18号 台积电你买在688一样 你要去追高 当然就要冒着风险 各位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股价 你能不能够追高 是看个人的风险承受程度 有的人就喜欢这样 短线冲来冲去 你大可去玩 就是要冲浪 对不对 那冲浪有没有可能会遇到 大浪遇到危险 你要自己去单 否则的话 你也可以不要去冲浪 你找那一些 要来循序补涨的个股不就好了 各位是不是 其实四星KY 今天也出现了让你卖出的讯号 就是这个 我交纸交一遍 只要有什么东西 在连长多日给你讲这种目标价 人家都不会如他的意 各位懂吗 所以今天到的合情合理 来2376的一个技嘉 各位今天 也连续四天的一个回档 今天稍微的一个转强 那技嘉伺服器跟PC 基本上我认为 这后面12月份营收不知道 但是应该从11月份营收看出来 应该不会坏到哪里 因为他11月份营收 竟然159亿 他历史新高是10月份167亿 几乎没什么衰退 太棒了 所以说整个的一个2376的一个技嘉 各位 底部已经成立了 这一波整理之后 如果创高 AI个股全部都会被拉上来 各位知道吗 至于说苹果 今天晚上会不会再涨五毛钱 涨五毛就创历史新高了 你看看机会大不大 那我们的平概股就大力光 昨天是不是 长虹 今天再拉上一根长虹 全台湾市场公司派 最不积极做多的就大力光 这叫岁月静好的一个代表作 对不对 但是他也岁月不静好 他也拉出了两根长虹 所以台湾股市是不是热闹滚滚 你看之前整理 八到九天的一个滑通 也拉上去了 再创新高 所以尾盘稍微的卖压 因为毕竟它是大型股 所以说当充客多 合情合理 各位不要大惊小怪了 44块1那时候跟你讲滑通 有没有 滑通已经快要来挑战80块了 博字也一样 营收是双征的 各位 昨天收盘价也是波段新高 今天一早开170 然后拉回来做震荡 各位也合情合理 量缩的一个震荡 各位为了下一次的一个再大涨 所以像这些个股 你看美超委讲什么 他说AI伺服器的订单根本接不完 他预估要充年收入6400亿 所以搭配华泰 优群跟博字 这个蔡老师之前都有跟你讲产业面过 你都可以好好把握 所以各位好好的跟上行情 还没加入赖生活圈的 赶快欢迎你加入 屏风大中华 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 周一到周五 包括今天晚上要跟你讲什么产业介绍 你都好好的一个把握 感谢各位的一个热情收看 收视率 全部都是全国第一 感谢你们的支持 你买股票 一定要来问蔡老师 好不好 也庆祝本公司成立满19周年 蔡老师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释出最大的诚意 赶快跟上来就对了 战胜恐惧的秘诀是什么 就是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牢牢的跟着蔡老师走 我们先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教蔡老师 欢迎回到一言新帮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各位 股市今天股会起扬 但是如果你问我说 老师那明天会不会涨 各位谁知道 各位关键就是谁知道 没有人能够跟你讲未来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一天到晚跟你讲说 我早跟你讲 我早跟你讲那是不对的 那你现在能够做的是什么 各位不管明天是不是要拉回 各位那根本不重要 你还是要去挑好的股票去买 就像说你想要在大树下乘两年 也要事先赶快去种一棵小树 等他整个日月的历练之后 他就会成为大树 来帮你遮风避雨 各位是不是 所以股票的事情交给蔡老师就对了 先把我的祝福放在你心里 忠心的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知识的投资才能够换得无价的一个回馈 最棒的利润就是去读书 去了解产业 各位 你从小读书就是这个起心动念 来看看2324的人宝 这种大型股440亿 还不是创了波段新高 蔡老师当初跟你讲的时候还不是不到30块 低价变中价位的创造者 几乎都是蔡老师的节目 因为我们领先能够掌握住这个产业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要了解的是内容 不是在了解数字 是不是各位 你来看金元电 今天也历史新高 它营收双减 AI里面 伪创台积电金元电都营收双减 台积电也来到波段新高 伪创它还要在一根中红 最好上100块最漂亮 但是金元电 来各位 已经来到了历史新高 当然它的一个什么月跟年的一个什么减幅非常少 所以说法人去买也是合情合理 当初65块现阶段金元电已经要挑战100块了 各位是不是 你看看这些是不是都历历在目 神机强固形电 今天来到116.5涨停板 各位历史新高 我当初讲的时候才57块 各位神机还跌0.6元 57块 今天已经来到多少了 今天已经来到116.5了 神机 各位有没有 你来看看 至义 今天快要到200块了 历史新高 当初讲的时候110 都三绿三升 我每天晚上跟你讲了说这是法人最爱的一个选股的一个什么特性 是不是 都有告诉你妹妹 加责真的是第12档千金股上了1020 是不是 有没有 加责也是三绿三升 我那时候讲的时候多少912 是不是 所以你看诸如此类的还很多 你看包括像历程今天尾盘拉涨停 00929 00919必然的一个现象 所以虽然法人有时候对他不感兴趣 但是因为ETF的关系也是要够购购购购购 没有人有卖押就会拉到涨停 这就是现阶段这些好的直优的个股纳入ETF的大好的一个什么 一个推手 包括像所谓的一个什么群光也一样 那时候讲97块今天不是一样快180块 是不是 所以不管你在哪个网路平台 你只要搜寻品封 欢迎你加入 记得点击订阅 蔡老师的节目收盘前盘后 以及晚上全方位的守护你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好不好 我无法改变赌徒的一个宿命 我只能塑造你投资家的未来 你买股票有问老师吗 好好的去想一下 庆祝本公司成立满19周年 蔡老师给各位感受最大的温暖 释出最大的诚意 你赶快跟上来 好吧 战胜恐惧的秘诀只有一个 就是枪在手 一定要牢牢的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案所推荐分析的 各别有加正确 没有不到的财务利益关系 但节目的资料进攻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致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